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全世界唯一的一本蔡同學的論文曝光了 好 這個徐永泰博士呢 他是在9月13號 月到中秋份外明 美鳳佳傑貝斯青 這個時候他單槍匹馬 到了倫敦政經學院 而徐博士本身是牛津大學的博士 所以他透過牛津大學系統去申請了 進出圖書館的證 然後得以越南 經過重重的查核 等了45分鐘 出去吃個中飯回來以後 批准了 所以他可以開始 用4號去放他的背包 然後從4號去拿出蔡同學的論文 然後限制他坐在4號的座位上 然後才得以匹匹看到這本論文 好 這個徐博士說 他在世界日報發表的露露等的這個考察郵寄 在聯合報分三篇上中下來轉載 徐博士說 他說 首先要講明的是 這本論文在2019年6月份之前 其實是6月28號 在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是不存在的 本節目也講過N4了 6月28號上架 6月27號以前是不存在的 所以6月27號以前 這個35年的這段時間是不存在的 好 他在2019年的6月28號 才登錄在LSE的圖書館的目錄當中 而且徐博士證明了 他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借閱得到 這個論文的版本的地方 就是在LSE Library 有人說在大英圖書館有一份 以徐博士的認知似乎是沒有 只有一份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所以我們的這個倫敦 蔡同學論文匹庭團 要去大英圖書館 也要去這個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 那我們如果查詢發現 只有一個地方的話 我們會改行程 好 我們去多Shopping 好不好 去猶太無是和 好 我們再來 我要講的是說 徐永泰博士他說 他說他能不能從LSE借閱出來呢 他心裡面忐忑不安 希望看完之後能夠借閱出來 就像所有人的論文一樣 你如果不能借閱 至少你可以影印 如果你不能影印 你有microfilm 你有電子檔可以拷貝 但是這本全世界獨一無二度論文 通通不行 好 結果答案是不可以 好 那麼要怎麼樣看呢 還有很多的條件 你要在現場還有很多的條件 所以呢 我在這邊要講的是 像這樣全世界只有一份的 憲樂一般人看不到真品的 有沒有呢 有 是什麼呢 大憲章可以比你 好 第一次公開的這個英國的大憲章呢 這個大憲章起草於1215年 804年前 第一次公開 是在大憲章誕生800年後 就是2015年 在4年前 在Salesbury大教堂 蔡同學的論文是在35年7個月後 第一次被逼著公開 所以大憲章跟蔡同學論文有若干相似之處 大憲章是在起草之後的800年 在Salesbury大教堂公開 蔡同學呢 是被綜藝咖逼到後來呢 在35年7個月後第一次被逼著公開 大憲章跟蔡同學的論文的重要性 有相似之處 大憲章是第一份限制國王權力的 最重要跟有名的歷史文獻 大憲章是在1215年的6月15號 在英國的泰晤士河畔簽署的 而蔡同學的論文是1983年6月份 到1984年2月份 在財力困難沒有指導教授下 用電動打字機勉勵完成的 好 另外大憲章跟蔡同學的論文 有另外一個地方是相似的 就是神聖性 大憲章是當時的約翰國王 同意簽署大憲章 是為了要平息叛亂的貴族 避免衝突流血 大憲章的宗旨就是 沒有人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 包括國王 他被認為是英國或者全世界 邁向議會民主制度的第一步 1215年804年前 跟大憲章相似的 同樣具有神聖性的 是蔡同學的論文 在沒有指導教授指導下 仍然獨自勉勵完成 而且論文口試委員 當天破天荒的打算頒發給蔡同學 兩個博士學位 最後想一想還是頒發一個半好了 大憲章的珍貴性在於 據傳1215年當時共同製作了250份的大憲章的原始文件 傳給了全英國的法律跟宗教的官員 讓大家來閱讀 現在據說全世界被保留下來的一共有17份 這些原稿被有幸的保留下來 蔡同學的論文跟大憲章有異曲同工之妙事 蔡同學的論文更厲害 據傳僅此一份 連大英圖書館都沒有 連掌管升等的教育部也沒有 還有她曾經任教的政治大學也沒有 東吳大學通通都沒有 大憲章的神秘性在於 2015年800年後首次展出的大憲章 她的展示品不是原稿 因為她的原稿太珍貴了 所以原稿放在那個展示品的布幕當中 以後說是花開淚 所以把解冠了 過了 所以王老大明文 15 Después 法律 結果不要買 破槍 5 厲害了吧 好 再來講 大憲章的 大憲章跟 蔡同學論文的匹康性有沒有差別 有 他們有共同性 大憲章三天展出期間 在800年後 在2015年 三天 展出三天 只限三天 一共有4萬多人申請 蔡同學的論文匹康 一共據傳 申請的人有28個 目前只准許了4個人進入 一個是林環牆教授 一個是徐永泰教授 另外兩個人不祥 好 台灣馬上就會有一個 倫敦文鄉團 不是禁鄉團 會有一個很大的人數 要去親眼目睹一下 這本神秘的蔡同學的論文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我們要問一個大哉問 借閱蔡同學的論文 需要有4個條件喔 蛤 好 首先 這個論文是很刻意的被放在LSE 的 The Women's Library Reading Room 就所謂的婦女圖書 閱覽室 她要閱覽 需要有4個條件 好 大家聽好了 所以我們這一趟導遊也要聽好 要去把所有的事情呢 都給她準備完全 不要被彪難 最後她要刁難呢 讓她沒辦法刁難 要講出實話來 然後我們會帶著律師 帶著法律文件 帶著民意代表 我們會一起去參加這個品牌團 我們要看看 是什麼東西比英國的大憲章更偉大 首先 要看LSE Library的蔡同學的論文 具有4個條件 第一個 你要有LSE SE的圖書卡 才能夠進去 要怎麼申請呢 嗨 我們來看看喔 要怎麼申請 我們給大家一個連結 我們來看看怎麼申請 然後 你要看看能不能符合 LSE Library的申請條件 第二個 你必須在指定的 LSE Women Library的特別閱覽室 叫Reading Room來閱覽 第三個 你必須要在圖書館管理員的監督之下閱覽 他坐在你前面 第四個 必須遵守作者蔡同學的要求 四不一沒有 不可以翻印拍照 不可以引用內容 不可以錄音 不可以用綱筆 不可以喝水 只可以用鉛筆抄錄筆記 沒有 一沒有 是沒有老娘允許 天王老子也不得看 好 我們再問 大災問 大災問 蔡同學的論文管制 到什麼時候才解除啊 36年了 該解除了吧 就算你從 2019年6月28號進去 那麼 至多一年 或者是特殊情況可以兩年 請問你 你什麼時候解除 而且 蔡同學你的論文 請問你符合哪一個 要求限制閱讀 必所期 你是符合哪一個啦 你裡面是有專利嗎 你裡面有秘密嗎 你裡面有要刺殺誰嗎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這規定很多多如牛毛 但是 徐博士 徐教授說 他說這個Liberian 這個圖書館員其實很客氣 只是他三不五時的到徐教授的桌子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你有沒有變魔術 好 我現在是徵求劉謙 跟我們同行 劉謙啊 有劉謙的朋友去轉告一下 他的機票住宿我負責啦 好 我綜藝咖一個人負責 好 我負責劉謙 劉謙啊 加入我們的匹胖團 好不好 然後呢 你帶著一本 呃 曠世俱作 也是呢 教授原本要給他三個博士學位的 作者叫Dennis Pung 你帶著我的博士論文 進去 那接下來你知道了嗎 接下來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在那個婦女倫敦婦女 library 最後 放在四號櫃子裡面用玻璃框子的那一本論文 會是Dennis Pung的論文 接下來怎麼做你知道了 好 有劉謙的朋友麻煩轉告一下 好 接下來呢 這個圖書館員啊 就規定這個 然後很過來 三部五師過來看看徐教授 到底桌上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徐博士就很好奇的 很禮貌的問了這個圖書館員 他說 呃 為什麼會有這麼嚴格的要求呢 一篇學術論文 那 不管怎麼樣 沒碰過 我們在學界混了這麼久 也沒碰過 那這個圖書館員啊 那這個圖書館員啊 也很客氣的禮貌的告訴他說 這是LSE校方尊重作者蔡同學的要求 那我的匹胖團就會進一步問他說 我的律師就會去韓問他說 其他人如果要要求這樣子比照可以嗎 好 徐教授就再問了一次 徐博士再問了一次圖書館員說 那有沒有期限 請問你 你的保存要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解封 這個Liberian呢 沒辦法回答 他說 如果我們有進一步的問題 可以E-mail到一個CW的先生 到那地方去詢問 那他就問說 那這個CW是誰呢 這個Liberian說 他是專門負責 某一些特別論文的Collection Manager 而且給了E-mail給了徐博士 後來呢 徐博士又問了其他的管理員 他們都看著這個類似的SOP 給了類似的回答 就說如果有些問題 我們無法回答 那麼就請你E-mail 去給一個Collection Manager 好 接下來呢 經過了重重的這個艱險 險阻 徐博士 徐永泰博士 終於有機會 乒乓聊論文打開一看 傻了 他說 這個時刻一定要記下來 歷史的一刻 2019年9月13號下午1點50分 他說 我總算拿到這本論文 他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借閱的一本 他專心的閱讀 一直讀到了4點鐘 所以他在裡面花了兩個半小時 他說因為他沒有辦法全部讀完 所以呢 他在2019年的9月16號三天後 他禮拜五去了 禮拜一再去了一趟 他再進去一趟 又到了4樓的婦女圖書館去借閱 他這一次改了一個位子 因為沒有西西西西西北料 所以這次做到3號的位子 再讀了一遍 然後他上午下午一共看了4小時 所以呢 徐博士一共花在蔡同學的論文身上花了6個小時 又30分鐘分兩天 他說呢 他一共花了4小時 星期一去了一趟 再去了一趟 然後他去做筆記去對照 好 他說 他呢 寫得這麼詳細 結果 因為這個LSE的Liberian 他呢 也同時詳細的記錄 閱讀者的閱讀記錄 就是他 這個Liberian呢 也很仔細的在旁邊寄手記 說 這個Dr.徐呢 徐博士進來的時候 幾點鐘進來 幾點鐘去尿尿 幾點鐘回來 又拿了論文 幾點鐘用手抄 幾點鐘之後翻閱 幾點鐘的時候呢 離開了座位 然後又把這個論文放回了這個玻璃櫃 幾點鐘又拿回來 好 他說 這份論文呢 是蔡同學提供的個人拷貝 在2019年6月建制的 本節目當中說過了嗎 本節目獨家嗎 說 那個 在英國倫敦的online search的library 就是LSE的電腦系統上面 這個 輸入的Liberian呢 很俏皮的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復仇 在她的note上面寫 這一份是 Personal copy 意思就是 這一份不是官方的版本 這份是蔡同學的私人保存 這意思意味著兩件事 官方從來都沒有 一直到今天都沒有 蔡同學合法的論文 這份論文 6月28號 放到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是蔡同學的個人收藏品 這就跟我個人的日記 放到倫敦政經學院的library 是一樣的情形 好了 然後 重要的事情來了 徐永泰教授 他證明了一件事情 這一份論文 沒有任何主考官 他在後面括號examers的簽名 或者簽名的日期 好 各位同學 我把我的論文的論文頁 貼在旁邊給各位看 這裡呢 就是我的論文 上面寫得很清楚 題目 名字 三個指導教授的簽名 有一個主要的major professor 叫Jack McCloud 後面還有一個Michael Faul 簽名簽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 這是口試完了之後 指導教授 要求我去修改我的論文 然後修改完了以後 再給所有的教授看 看完之後他們簽名 清清楚楚 沒有這一頁 那就是你的日記 你愛怎麼寫 你就怎麼寫 沒人鳥你 好 這份論文很明白很清楚的寫著 這一次徐永泰教授 徐永泰博士去看完了 很清楚告訴我們 沒有指導教授考官的簽名頁 沒有就是沒有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三遍 沒有主考官的簽名頁 沒有主考官的簽名頁 好 為什麼LSE這樣的學校 可以容許一本博士論文 35年後登入圖書館的目錄 他沒有答案 他就去問Libarian Libarian也沒有答案 這個問題 有待校方來解釋 如果校方再沒有答案 我們除了律師函之外 我們在記者會當中 我們會把這樣荒唐的事情 公諸於全英國跟世界的媒體 好 接下來呢 徐永泰博士 他的發現是說 這整本論文他簡單看一看 有三個部分 很快的 第一個部分叫Part 1 有三個章節 Chapter 1,2,3 Page 1到60頁 60頁有三個章節 第二個叫Part 2分5章 Chapter 1,2,3,4,5 從Page 61到Page 298 61頁到298頁 第三個部分呢 是Chapter 有兩張 Chapter 1,Chapter 2 他的Page是299到Page 365 好 一共在這地方有365頁 然後他有一個Acknowledgement 就是所謂的感謝頁 一頁 論文的大綱 Abstract有兩頁 論文的介紹 Introduction有18頁 最後的參考目錄呢 所謂的Bibliography 他說很奇怪 在整本論文當中沒有看到 或任何使用Bibliography的這個字眼 通常我們任何一個論文 不是叫做References 就是Bibliography 除了Foodnote Endnote之外 一定會有一個Bibliography 為什麼 要讓所有查閱的方便查閱 好 這個格式呢 不是只有今天才有 不是只有1983年 早就有了 好 所以徐博士說 通常在論文的最後一頁 會看到他又列出來 他的資料來源 所謂的Source 是10頁 但是不需要Bibliography 很奇怪 好 他說全部論文的頁數 看了論文以後 全部論文的頁數標碼 標到391頁 但是 怪了 大衛魔術出現了 徐博士說 事實上整本論文 你去算它 一共有401頁 可是編碼的 只編了391頁 意思就是有10頁沒有編碼 多了10頁出來 好 那個為什麼呢 你說後來加進去 不是不是 這個怪事是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當然有可能是後來加進去 我們沒有證據 我們不推測 開啟發生 這直播 但是 這塊是 那個 經濟的 追加 很高 如果你 這個 告訴你 有 是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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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獨家來啦 我們一直協尋的恩師 諾特厄維勒伯 找到了 恩師終於出現了 好 徐博士 這個上窮必落 下黃拳 動手動腳下功夫 終於抽出了恩師諾特厄維勒伯 Not available doctor 不是 Mr. Not available 好 這個蔡同學的 在他的Acknowledgement 當中 感謝了他的導師 他的Advisor M.J. Elliott 好 安理說他的全名應該叫做 Michael John Elliott 應該是這樣子 Michael John Elliott 好 還有呢 他感謝另外兩位在大學的老師 那徐博士呢 是因為 他輸文 他說因為法律規定不能轉述 但是因為Michael Elliott 已經是公開的 所以他講 另外兩位他不能轉述 他輸文 那是我去 WhatsApp 我是媒體 我是記者出身的 沒有什麼資訊不可以公開 這不是什麼秘密 我把它公開 你要告來告我 英國法庭也沒有關係 我順便去猶太務司盒 好 我同時會問律師 我會用律師函去問 倫敦政經學院 憑什麼不能公開 你給我講個道理出來 好 徐博士呢 他說這篇Acknowledgement 當中 特別去感謝 一個叫做S女士的 幫他論文打字 提到說 這個給他極大的鼓勵 幫他在Typing能力上去做校正 幫他完成了這篇論文 好 我要講的是說 這就怪了 現在呢 有兩個大學的三個論文的指導教授 一個叫做Elliott 掛了 那我很擔心另外兩個人的安危 還有那個幫他打字的S女士 趕快發不自殺聲明啊 好 那麼這篇論文看到這邊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什麼 論文有缺頁 這是怎麼回事啊 好 好 徐博士呢 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 第一部分就是Part 1 第一章Chapter 1 漏了5、6、7、8、9、10 6個page 6個page不見了 這跟林環牆教授的觀察一模一樣 同時他的page 4 直接就跳到了page 11 所以中間不見了 沒有解釋原因 好 他去問這個Libarian徐博士為什麼 這個S女士也沒辦法回答 他當然不能回答 缺頁的問題 這個林環牆報道過 好 他是第二個見證人 接下來 什麼 博士論文是有手寫的 蛤 這是什麼時間啊 這個是工業革命期間的論文嗎 好 好 那徐博士 他在這裡面就提到了一些東西 他提到 所謂的regime 手寫把它改加 重新劃掉寫成regime 改成regimes yes 然後呢 introduction引言當中呢 還有一些字拼錯了 infringement 侵權這個字 它漏了一個n 後來呢 手寫中間加了一個n 還有在25頁的地方呢 他有個地方是chapter5 他用手去改它 把它改成5 那看起來 那個 他看了一下那個 好像不是用鉛筆改的 是用鋼筆改的 好 page 230頁 他又提到 他一個chapter開始 這個chapter title 有一個字叫做dumping 這個就請銷的意思 dumping 那個手寫呢 把它改掉 改成injury 這我就不懂啊 dumping 是請銷的意思 injury 是受傷的意思 這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他的錯誤用手去改寫 好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他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的另類 好 另外 又發現一個奇怪的問題 你不是英國的學者嗎 你不是用英國的論文 寫論文嗎 為什麼這裡面有一些拼法 是美國的拼法 英國拼法跟美國拼法不一樣 那你就說沒有什麼 因為他也在美國受過教育 沒有 徐博士突破了盲腸 我們進段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